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 11月5日 第六届红桥国际经济论坛 金融活水 距离服务实体经济分论坛 在上海举行 多位行业代表学者齐聚 共论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之道 近年来 在百年变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等因素综合影响下 实体经济发展呈现许多新特征 对金融服务提出许多新需求 一是科技创新更加获悠 新科技卷发为新产业的周级 不动受短 二是受制继续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加深 产业受制化和受制产业化 不动提受 三是发展方式 绿色地毯卷型的步伐加快 产业结构不动优化 能源资源的利益 效力不动提升 事实前九贸易 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咬动 产业链 供应力的稳定性 安全性 面临更多的考验 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些新健康 新贴点 客观上对金融服务 提出了许多新的需求 与会代表认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首先应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 践行普惠 让经营主体融资更加便利 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 我们看到2022年底 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200万户 这个是中国的数据 比起2018年是增长了51% 我们是强调一战式 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和支持 这几年我们特别也是在产品的创新方面 不断地推陈出新 希望能够帮到我们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手续多 以及跨境繁 这样的一些问题 围绕政策信息 项目营销 模式创新 风险防控 深入交流 合力解决服务三中发展的 读点 卡点 难点问题 应该不断地去创新 推出更多的丰富的金融的产品 然后不断进全自己的金融服务的体系 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服务的这样一个效率 此外 以科技赋能金融机构升级 不断革新金融服务 也将助力金融活水 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 只有金融机构发展得好 财务上可持续 才能够更好地去服务实体经济 数字金融 其实它跟服务实体经济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中国实际上很多的金融的服务 都可以通过线上来实现 那么银行的这个服务的离规率 已经超过90% 那么应该要从顶层设计上 进一步地去优化 包括这个数字金融的业务的发展 或者数字化转型 要从战略高度上去重视 其实很多金融机构已经把它作为了一把手 但是我觉得还要更加的重视 与会嘉宾们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稳健的中国经济对世界越来越重要 本届红桥论坛开放主题更加鲜明 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金融活水奔流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未来可期 尽管有挑战 但是今年上半年 以及三季度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经济增长 依然是领跑了全球主要的经济体 也充分说明我们中国经济的韧性 广度 深度 以及特别是近年来 不断加强的制度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这些都为我们的金融参与者 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作为一家金融机构 力量还是很小的 所以我们只是点滴的活水 但是希望有机会能够汇入到 磅礴的金融机构的江河湖海当中 本届红桥国际经济论坛的主题 是洗手出开放 开放迎未来 可以说跟我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的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一脉商城 高度契合 今天的世界更需要的是大家 洗手合作 需要更开放 融通的投资环境 让寻找投资机会的庞大的资金 无阻外的对接和支持 发展项目 服务实体经济 为世界各地的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以及幸福美好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